家谱三次例类 叫群雄战艳谱 就有何瑞生登到了擂台之上 就因为他知道自知之明这四个字 惊动了一位大剑客 是咱们这套书十二大剑客里边最有名的人物 叫江南大侠吕刘良 吕大侠一眼可就看中了何瑞生 这才把何瑞生带在身旁一时二载 只等到康熙老佛爷宾天 雍正皇爷四杯的印针祭了位 何瑞生这才二次出世 那会儿同林同海川 已然游侠而见 同海川已然出家为僧 那会儿两个人叫毕幽谷二次相见 这才引出来养心阁雍正皇爷 要亲目预览剑侠图 这是咱们这一段书的收官结尾 多段收到何瑞生二次出世 同林二次出世 毕幽谷俩人碰了面 咱们这书可就到了头了 什么时候碰面 我反正不知道 您慢慢听吧 早着呢 这剑侠族要说的 同林恩何瑞生二次出世可了不得 您看现在何瑞生这腿能得不行啊 人懂得自知之明 懂得自爱 让人家寒碜 知道是自己自找的 不提何瑞生 单说眼不前 伸手乌阳军往下一插腰 他可就不管脑袋厚的何瑞生了 脚铁攒进叉叉叉来的可真快 眨眼之间到了筛园 自己把自己的叶金撩起来 叶在身上 可就把自己趁手的兵人 这对练的茬可就拿出来了 扣头的这大茬 扣着厚的这小茬 大茬不迎臣 小茬可迎人 轻飘飘 翻山门可就进去了 一看 禅房里头 有灯光 有人是窃窃私语 一听 二位那海眼双簧呢 我不让你走 不 我一定要走 我就不让你走 敢向林宝一回来的山岳安 这就收拾东西 阴尼风 清一看 哎哎哎 我这宝哥哥 还宝哥拿自己当林黛玉了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这得走啊 走你上哪去 不单单 冷清清 抛撇下 贫你我 你好恨的心呢 我在你这都气不天了 我还不走 破坏星王军王的歌已经说了 现在 会的县里面都翻出 侠个爷来 这要把我拿到 连你带我都活不了啊 收拾的家伙 把自己的刀往这一割 这就要夺步而走 风清林琢磨琢磨 素了好些日子了 林宝可来了 所纳的这些个施主 哪一个也没有 与人和林宝那么样的解心怀 软款温柔 英俊潇洒 攀驴邓小贤 五美俱在 那真是 好比德智体美劳 好男生啊这就是 太棒了这小伙子 这刚七天就走舍巴的 那么你往哪跑 我哪这往哪跑啊 我不一定往哪跑啊 你是问东问西 总得跟我说吧 林宝心了话说 我不能让他知道唱哪 一琢磨 我问北京 头砍子凉气 我能跟他说实话吗 啊 我呀 我打算走西口 我要出西口 哦你要走西口 哥哥要走西口 别唱了你还唱 阴尼风行这么一唱 走西口气坏了 窝的外头的大英雄 欧阳君不游斗 污名火动 三十声暴跳 五连豪气飞空 小畜生林宝啊 你杀人气势 标打你的老师 你还是个人吗 还不出来受死 啊 啊 林宝手机养坏大 哥哥 懵狂 掌握一下 刀 可就出手了 噗一挥手 先把灯给吹 自己 屋里边那么阴暗 欧阳君不敢贸然 闯进屋中 得这机会 自己好走 可是刚这么一迈步 风行一把 就把他给钻住了 好哥哥你不能走 啊 啊 外边已经有官人来拿我 难道说这个 阴尼通风报信火毒官人 他要拿我 你给我撒手 我不撒手 阴尼这儿还撒娇着 您琢磨琢磨 林宝什么人 林宝连养了多少年的老师 他都敢打 何况一个表子 手起刀落 扑通一下 死尸栽倒 咕噜噜 这颗秃脑袋 可就给砍下来了 血溅禅房 林宝杀人心慌 把包袱 抄在手里头 飞身形 可就上了禅床了 后部就是窗户 一抬脚 啪 把后窗户踹 纵身而逃 屋里边一黑 欧阳军在外边一看 不敢闹然进屋 自己也得找个东西 拿着炼的茶 往院里这么一看 有水缸 一只手把水缸 可就给滴了起来 您琢磨琢磨 老将夏侯伤员 传的能耐 应找力 那手里边 有剑 单手一抡 那小水缸 哭 他把门也给砸了 那也是屋里黑 看不清楚 一看后窗户有亮 坏了 越人而林宝 越窗而走 一股血腥气扑鼻 低头一看 看不清楚 失手两分了 就知道 反正屋里有个死人 步中多响 凝身上阀 四下这么一张望 一看 飘摇摇一个黑影 已经跑远了 欧阳军大叫一声 哪里走 他身形在后边追 他这一追林宝啊 林宝头老 不要命跑 玩着命 喳喳喳跑 只得让后边这位追上 自己活不了啊 仗着夜色茫茫 这小子地里又熟 三钻两化 欧阳军还真把他给追丢了 欧阳军一琢磨 干了 这我要回去 让何瑞生张成林他们知道 我见着这小子 没来机动手 就帮他跑了 我这骂可挨大了 庙里那还死一个呢 我先回山月儿吧 自己回到山月儿 跳墙进来 来到禅房那一瞧 啊 尼姑的尸首也不见了 你要过去说书 说这段书 这得割扣 神龙手 欧阳军回到山月儿 一看尼姑的尸首 是踪迹啪 不见 这叫什么迷魂党 这死了 这尸首怎么快没了 那今儿给您说书呢 就不能留这路扣了 因为什么一泻扣 太没意思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终点也不到 终点要到我也扣这 您没看这扣 泻扣没劲 但这会儿可有劲 您且琢磨这姑子哪去了呢 哪去 何瑞生给弄走了 何瑞生可也赶到 一看 有些死尼姑 伸手两开了 反正 不是林宝仔的 就是欧阳军仔的 我怎么办呢 我这腿能耐 我追去 白炫 干脆我把这尸首处理了 他把这尸首跟那人脑袋 抬出来 这个庙后的游井 往井里这么一填 他去找东西填井去了 欧阳军回来了 他填井这功夫 欧阳军倒一看 尸首没到 何瑞生没来 自己心下一范 狐疑又懒见张成林 表哥张成林质问自己 自己怎么办呢 好在刚才何瑞生小首书说了 说这个小充胜林宝 王军给他写的信 让他身头北京 有一叫坎子梁子 不如我呀 我直接奔北京吧 多等逮着这林宝 多等算完 欧阳军打这一声气 气走绍兴会计线 奔北京 天亮自己这身上 该换医生 走的时候这么匆忙 他也来不及呀 你倒回家都说一声 全没顾上 没办法 典荡春山 自己把医生荡 这身衬手的家伙 还得围在里头 真别扭 欧阳军这一路上可真不容易 最后到北方了 一看行了 天气渐暖 弄一额黄的沙袍照着 里边能照这顿兵人了 到北京 跟人打听 德胜门在哪 谁说了 德胜门好找 哎 您去这地儿啊 出德胜门 走青河就过了 德胜门外的十二里地 就是田井 到田井跟当地老百姓打听 我问问你们 有个坎子梁吗 大伙兄 您打听谁 我打听坎子梁 您甭打听了 下大牢了 坎子梁是大恶霸呀 就是这样的标杆性的大恶霸 富豪略深 已然让北京有名的狭狗 把他办了 火丛的大腕两线 武城都督府 把他给抓起来了 呦 可是欧阳军有算计 坎子梁要法办了 那这林宝也投奔不了他 就投奔他 也没有立脚的地方了 那要失去坎子梁这个线索 我还真就没这儿去了 一想自己行事荒唐 这一辈子 我未曾出过市 大江南北 哪都有标局子 我混成这样 我为什么不上标局子去呢 他把这一想冲的他可磕了 他到北京 您琢磨琢磨 北京城当初 圣三爷松鹏会 总标局就设着北京 北京的标行一看 大贼模欧阳天总 二贼模欧阳天佑 这俩人的孙子 圣三爷的徒孙 下口老将的清传 小邦说欧阳德大清国似的名头的人物 贪得儿子来了 谁不接 谁不欢迎啊 这爷给送盘着 那爷给送盘着 他一下混阔了 每天揣着银子包 出来瞎逛 逛在前门外这 一看有个蓝布盆 蓝布盆底下 支笛冰冷摊 卖冰冷小伙子 这个冰冷掌柜 这个真干净 非常的漂亮 可是拿着鹰水一散的苍蝇 一卖的冰冷 这有点不可一世 博阳军这人好灰心 你卖冰冷的你牛什么 撇唇咧嘴的 我细耍细耍你 过来捏人家冰冷 三个手指的重手法 应倒力 捏一个碎一个 捏一个碎一个 哪知道清风雨是人员 看着他可气 你逗人家卖冰冷的干嘛呀 他捏一个兵了 人员在他身后的 他这 沙袍 鹅黄的 给他捏一枯了 他那捏一兵了 这给他捏一枯了 都是重手法 他没发现 他一回头 人员把他包偷了 拿着他印的包 请他吃饭 俩人打起来 奔天谈决斗 暗含着惊动的大英雄 铜林铜海川 哪知铜海川 这跟头栽的更大 铜海川追着天谈那观战 后边大观战摔一块砖 弄不知道 铜林天谈遭三戏 铜海川 自初始以来 没收着亏 没想到 在天谈出来 跟黑影 跟到天黑 转四面城墙 现在 有哈德门这儿 蹦到那城 刚走到米诗大街 金玉湖东那儿 看一个黑影 月光下桥的很真 他认为 是刘顿 其实不是 谁啊 白鱼儿林宝 那说林宝怎么回事 林宝啊 来北京 林宝到北京 找坎子梁 坎子梁下大狱 到这儿 一打进坎子梁 坎子梁 还有些个鱼打 听说这两天 竟有人找坎子梁 暗含着 可就 坠上林宝了 林宝 跟他一见面 一问你叫什么呀 因为说 我叫 铁头刘四 坎子梁 是你什么人 什么老大 坎子梁怎么回事 您别提了 下大牢 下大牢了 因为什么下大牢 北京城里头 有个侠子 叫王伦王子言 这王伦王子言 他 他把我们坎爷给制了 何仇何恨 没招他呀 您怎么回事 我叫白鱼儿林宝 我有一封建书 我是来投奔坎大哥的 没想到 到这坎大哥 下了天牢了 现在我也没地可去 您能不能 替我们坎爷报仇 怎么报仇啊 我带您采采道具 他们家就住的 比是大街 金玉胡同 您去看看 您到那 您白天才好 到夜晚之间 要能将王伦王子言 结果性命 您就算给我们 坎爷报仇了 相大白鱼儿林宝 你琢磨琢磨 你身上这还没完呢 让这铁头刘四仪奉承 行 甭说一个王伦 十八个不在乎 你带我去一趟 可就带着他 到金玉胡同认了认门 这小子仗着北京 没有人认识他 白天自己 晃晃悠悠 来到辽米市大街 金玉胡同 前来采道 刚到胡同里边 看路北一个门 有一个姑娘下车 哎呦 这姑娘 长得头是头 脚是脚 您琢磨琢磨 她是奸金成性的甩棍 她当时 两只贼眼可就不够用的 往上姑娘肉里边 他们一钉 姑娘走了 她跟车把势打势 哎 把势 问你点事情 什么事 跟你打的这胡同 有个姓王的 您知道吗 哪位啊 有位侠子叫王伦 下车 这位姑娘 就是他妹妹 他们就住这门 成交成交 太琢磨 踏破铁蟹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 我要首任王伦 王伦 还有这样漂亮的妹妹 那行了 今夜晚 我换成夜行鸡铐 我来到米市大街 金玉胡同 我要王伦的性命 然后把她妹妹是先奸后杀 起不出我胸中一口恶气 这个领导本来自己就是非暗脱头 自己标打恩师逼死师妹 你到了北京找这个砍子梁没找着 然后就应当引记自己的身形 亡命天涯 在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行政手段 说一个人要是隐姓 埋名就藏起来 恐怕也不好找 当然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人 现在失了亿人 那会儿就说少 不到一 数千万 那要找一个人 大海捞针的相仿 可也不容易 不接 什么叫一高人胆大 他有把实 年轻气盛 功夫又俊 人长得又好 再有一个 贼姓不改 他是吃喝玩乐 花天酒地 那样的生活过惯了 现在你让他 古庙残堂 参风露宿的跑 找一个地方 人际罕见的地方躲藏 他不认同 还要在花花世界繁华地貌 在这样的地方 显露身形 人钱显贵 傲利夺尊 出乎其类 拔乎其碎 让人家都称他为好 能内耿 一听说怎么着 自己投奔的这位 坎子梁坎子哥 让人给害了 谁办 北京城一个叫王伦王子炎的人 王伦王子炎 前文书咱们有交代 就是 同林同海川 在前文外日会四辖 看见了铁三板卖牛肉 当中引出三位风学人物 一个是表兄弟哥俩 石永石玉山 一个是冯坤冯永志 另外一个就是这王伦王子炎 当时王伦王子炎 要替铁三板 打抱不平 所以这才口出冷言 那么借着他的话 茬同林才 陷露自己的身形 就是这位 这位咱们有交代 他这个武艺 是跟他这个茶叶店里边 一位老先生 叫做陈自平 跟那位陈老先生 小的 这是位 封城当中的奇人 但是京城当中 知道王伦王子炎的人 并不多 都知道他是个茶叶庄的 少宗家 很有钱 不知道他身怀绝技 那么林宝打听好了 王伦住在哪 自己要猜猜到 没想到王伦兄妹 两个人 龙福寺上香 还愿而回 正让林宝给看见 白人林宝一瞧 这姑娘真漂亮 跟人一打听 感情 这就是王伦的妹妹 那行了 冤有头债有主 这回都对了窍 我今天是先奸后杀 报仇雪恨 溢出我胸中的恶气 白天才好 到咱家门守旁边 做了个记号 夜晚之间 殿房之内 这才患上自己 通身的夜行 依靠 背背担刀 斜拉标纳 这小子真胆大 四九成里头 天子脚下 帝王之都 北京 他愣要出来作案 多大胆子 那要听书 听这个三峡剑也好 剑侠图也罢 咱们不是捧这 韩保吴志广 大内紫禁城 盗取国家质保 翡翠鸳鸯 不仅能围高 胆子还得大 谁敢在北京作案 那要听三道九龙碑 杨湘武进去盗 就是了不起 白鱼人领导 背背担导 斜拉标纳 他顺店房出来了 自己搅着自己 不含糊 哪知道 烙在了霞鸽的眼中 正让丛林看见 丛林还看错了 月光之下 这小子一回头 他观察动静的时候 丛林一看 这不我徒弟留顿吗 皆因为这个白鱼人领导 长得很漂亮 白白净净又年轻 纵然是月光之下 看得很清楚 到底比不了白天 铜侠也恍恍惚惚瞧着 像穿云国有骨刘顿 心中勃然大怒 心话刘顿刘顿 我把你带到京城 让你带着师弟们 好好练舞 怎么银夜之间 你背着刀穿着夜行 一出来了 难道不遵师命 你要夜间作案吗 铜林这才暗含着 坠着这个人 来到了这所民宅之内 金玉胡同 到现在北京 这条胡同还叫金玉胡同 写出来那点金玉二字 再往东这条街 叫金宝街很有名 怎么叫金宝街呢 就是金玉胡同 到雅宝路这趟街 就叫金宝街 取这地名金元宝的意思 不是实际是俩地名 中间隔壁趟街 金宝街 这个金玉胡同 路北一翻身 这个人进院子 铜林跟着他身后头 那么铜林也没想到 暗含着 清风雨是人玉丸 跟神龙首欧阳军 也看见林宝了 这两位就为拿林宝来的 这才叫不妻而遇 三峡坠着他一个人 就都到了王伦的家中 您说这林宝 多倒霉 脚扣阴阳瓦 身的是珍珠道卷帘 他往屋里瞧 这个厢房里边有灯光 可没人 他瞧了半天 一点动静都没有 正想翻身下去 铜林伸手 要够他怀子 我打他把他扔下去 哪知道 神龙首欧阳军 这个人脾气急 过去用脚一蹬 他的脚 就给踹下去了 伸手就晾自己的兵着 这个人员跟欧阳军 两个人不是在天坛里面打吗 打着打着不打了 为什么彼此这兵刃呢 看着眼熟 都在一个地方 一个是汇济县县北不住 一个是县南不住 所以这两个人彼此文明 打着打着 清风雨是人员说别打了 我看你这链子查 我跟你提个人吧 王伦说你提谁啊 我听你说话 口音咱们都是老乡啊 我听你这口音 是我们老家的 我住的汇济县 巧嘞 我也住汇济县 我都不认识你啊 您出去逃 我回来晚不得拜见 我这宿长宿王爷 疼乎点 太疼乎了 不是这个 有个神龙首欧阳军 不敢 既又是在下 您怎么认得我好天爹 练练子查的 没有别人 就您一份我还不认识什么 那我冒问一声 您是不是清风雨是人员 人侠子 您怎么知道我呀 使练子觉得我的老乡 救你这么一个 咋就别的败过你去呢 听说你当场领批票 自行初补 你要补拿白云领导 有这么当的事 有啊 那咱俩怎么会打起来呢 这不是我看你 戏耍人家卖兵了呢 我生气 我这不才戏耍于你吗 哦是是是 那咱俩别打了 咱俩找地方抓这领导去吧 哎 两个人和好如初进了城 当那城里边吃完晚饭 两个人要回店房 投着人影一晃 正是林宝 两个暗含着一队 发现有一穿蓝大褂的 在他们俩投了 跟着这个 这穿蓝大褂的 仿佛白天一直跟着自己 俩人一琢磨 甭管他们是不是一路 反正我们俩这能耐不入 就是二对二 单对单 也完全够用的 两个人暗含着上了房 一看这穿蓝大褂的 感情跟投了这贼 不一路 怎么回事 这位 一点一点顺 终极往下 出了哈腰伸手 那意思要够着这贼 怀子骨一抖手 给他扔下去 就知道这个人啊 是个正义之辈 欧阳军这才 一脚把林宝踹下去 晾自己的链子塔 搂头就批 林宝来不及拽刀了 只能就是翻身 一个咕噜马往前滚 伸手摸自己刀瓣身子往前摘 借着翻跟头把这刀拽出来 躲过这一插 反手就是一刀 就一看他这个身形 欧阳军一看罢了 不愧是我们本地有名的武术家老标头 交出来的徒弟 这个老元太 他名师出高徒 培养出这么一个白云领导来 现在是真有两下 可惜有一节 你教的这个徒弟心术不正 到现在惹出这么大祸 悲暗再逃 还要拘捕还手 那么欧阳军跟他这一动手 人员也下来抖自己量子绝 跟这个林宝两个人这么一战 林宝可打不过 头一二说 做贼的心虚 你再厉害 自己干坏事让人发现 那也不敢久战 不敢恋战 更何况这两个的本领 实在是高于他 一口刀 航上就下 行左就右 只有招架之力 并无有还手之功 让两位侠客 给忙活得够呛 没工夫瞪标 自己心话说 今天要犯案 万万出代无机难 这才虚晃一刀 拉了一个败事 他不往外跑 往里跑 这小子有坏门 他知道 这是后院 后院亮灯 这屋没准 就是小姐的秀房 那么我到了屋里头 我把这个小姐 这种刀鸭拨向 这般人投鼠忌器 他们要过来 我挟持人质 我跟他们说 我就要杀这女的 然后我压着这女的出去 趁着天黑 只要我到外边 海阔平淤月 天高任鸟飞 到那时 我就得脱性命 他想的挺好 他也有个光劲 虚晃一刀 拉着败事 他一转身 可就到了这房檐底下了 这房檐底下这儿